日本元首相向安倍晋三在重选演讲中遭遇枪击 突然离世的消息震惊日本整个社会 大家不分政见一同 在纷纷表达震惊哀悼的同时 也对如此严重的犯罪 发出了强烈的谴责与声讨 在上一期视频中 我们说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那显赫的家世背景 他这么突然的离世 受打击最大的应该是他那94岁的母亲 他没有孩子 除了夫人 就是母亲哥哥和弟弟 那么他们的母亲呢 我们上一个视频已经讲过了 她是日本元首相安信介的女儿 这样一位女性 父亲是总理 父亲的弟弟也是总理 自己的儿子也是总理 还有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 又是房务大臣 还有自己的丈夫 也曾经是日本的外务大臣 也就是外交部长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来 简单的说说 这位政治家族中不平凡的女性 安倍杨子 他于1928年6月14日出生 出生在东京都的中野区 当时叫做中野丁 他的父亲 我们前面的视频已经介绍过了 是岸信介 母亲是岸梁子 叔父呢 是另一位曾经的总理 佐藤荣作 他是在1945年呢 从东京的白百合女子高中毕业以后啊 回到了山口县的老家 他们家呢 在山口县是实业家嘛 所以他回到山口县的银行的故事支店工作 那么在那里呆了 从45年呆到49年 1949年呢 他又回到东京 住在他的叔叔家呀 就是佐藤荣作 在那个吉祥寺的一个老房子 这个家里 到1950年6月呢 他就认识了 当时在美日新闻报社 政治部做记者的安倍晋太郎 也就是安倍晋三的父亲 并于1951年5月呢 结婚 婚后呢 他与安倍晋太郎生育了三个儿子 就是后来呢 安倍晋太郎又成为 众议院的议员 外务大臣 三个儿子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介绍 大儿子呢 名字叫做安倍宽信 一般的公开资料说是公司职员 当然也不是普通的公司职员 他是三菱商事集团公司中的包装公司的总裁 那么二儿子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安倍晋三 日本元首相 还有另外一位呢 就是现在的日本的防务大臣 安信夫 是他的三儿子 小儿子 婚后到了1953年 他的父亲安信介在山口第二区竞选 第二十六届众议院的大选时 杨子是第一次出面参与助选活动 那么到后边呢 到了1955年 也就是他结婚四年以后呢 就安倍一家呢 也就搬进了在东京色谷南平台的 岸家一起生活 后来呢 安信介在担任外务大臣时呀 他们还一起搬到白金官邸中住了两个月 再后来呢 安信介成为首相后呢 就并没有去首相官邸去住 而是又回到了南平台的家 当然安倍一家呢 也一同回到了南平台的家一起生活 到安信介退出政坛以后呀 杨子呢 就成为丈夫安倍晋太郎的选区的山口一区的 助选活动的领导者 当然以后接着继续为儿子的选举 文博助选也是在山口一区 所以呢 就是说 不管是安家呀 还是安倍家呀 他们老家都在山口 一个是山口一区 一个是山口二区 分在两个区选举 那么杨子作为他们那个 助选办公室的领导者 在安倍晋三当了总理以后呀 这个重担呀就落在了安倍晋三的夫人 安倍昭慧的肩上 现在他已经94岁了 他现在住在东京色谷区 他们的私家公寓里 与儿子的家人住在一起 杨子本人呢 是国际妇女福利协会筹款委员会的委员 他的字写得非常好 他大儿子出了一本书 介绍他们家里日常就是平常人的生活 也就是素颜 也就是说不是政治家 不是政治舞台上的普通家人的生活的一本书 那本书的那个封面题字 就是他母亲写的 他母亲的字写得非常好 他是那个政治家夫人 有一个那个书法会 他是会长 他们那个会的名字呀 叫的特别特别的震撼人心 叫什么呀 叫做雍容院 雍容华贵的雍容呀 他是会长 他还是另外一些 比如说那个梅若六郎的复原会会长 还有什么世间神功同经会的会长等等 可以想象如此不平凡的一位女性 在他94岁的时候 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的儿子67岁呀 在如今常寿的社会里 还非常年轻呀 就这么出去了 助选去了 没了 在如今这种和平的环境里 在日本竟然会发生这样残忍的枪杀事件 对于他的打击 他的痛苦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安倍杨子作为三代政治家 安家与安倍两个家族的主轴人物 长期担任城河政策研究会的夫人领袖 在政界拥有众多的追随者 在日本政界拥有教母级的地位 他曾经柏人物领袖 他曾经著书有 我的安倍静太郎作为暗信界的女儿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在不同场合下的一些照片 来看看这位非凡女性的风柴 可以看出从岸信介 左藤荣座两位首相 到安倍杨子本人 还有安倍晋三 岸信夫 岸家呀 还有安倍家呀 两个家族呀 都有着亲台的传统 当然安倍晋三在2006年9月26日 第一次正式当选日本的首相时 他那时候52岁 9月26日正式成为总理 10月上任以后 10月8日他就出访中国 打破了日本首相上任时 首先要收访美国的惯例 与当时的中国国家的领导人 胡锦涛呀 温家宝呀 吴邦国 都有过友好的互动 时光荏苒 岁月蹉跎 历史在 蜿蜒曲折的道路上 又一次来到了一个新的节点 如今的世界走到了又一个大的十字路口前 人类面临着又一次重大的选择时刻 祝愿 祝愿 生着 愿人类能够明智世界有惊 无限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下次见